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我回到那个墙要拆迁的牢房 门口的玉树像大招呼一样摇晃 小卧室变那张一米二宽的小木窗 还留着我曾念的卡通 贴纸在窗旁 那扇可以看很远的窗 现在都被很高的楼折荡 原子在没那场我的小黄 他现在谁在那棵玉树下突扰 用什么来怀念时光 我感叹回不去的过往 邻居贾纳军 孩子是否想我也模糊了印象 用什么来纪念时光 珍藏的照片都发黄 还记得老把车铃当成寒凉 和那刺帮主任突然的家房 马上可以看很远的窗 现在都被很高的楼折荡 原子在没那场我的小黄 他现在谁在那棵玉树下突扰 用什么来怀念时光 我感叹回不去的过往 邻居贾纳军 孩子是否想我也模糊了印象 用什么来纪念时光 用什么来纪念时光 珍藏的照片都发黄 还记得老把车铃当成寒凉 和那刺帮主任突然的家房 用什么来怀念时光 我感叹回不去的过往 我感叹回不去的过往 按照片 我感叹回不去的过往 我感叹回不去的过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